小张说脸上之前偶尔会长几颗痘 去年11月 他找到杭州药间国际大厦壁座里面的去痘机构 当时这里叫做折肌去痘 说我皮肤又怎么怎么的差 怎么怎么差 说让我办个那种年卡7880元 说可以把我的痘就是完全的治好 你当时不是奔着九块九去的吗 这七千多你咋接受了 因为他们就是一直在说我的皮肤又怎么差 说就那种我也相信我自己皮肤有多差 小张说因为手头没什么钱 当时先付了600元 收款方是杭州折肌美容审堂桥店 商户名是杭州市拱树区如夫生活美容店 剩下的7200多块钱办了分期 双方约好服务期一年 每周来两次 小张说因为忙 他至今来了16次 每次服务内容都一样 店员先用针把痘痘挤出来 之后做面部清洁再敷面膜 今年三月初皮肤出问题了 小张的嘴巴周围有两颗痘痘 找到这家机构 现在叫斗院室门是锁着的 之前就是叫折肌 然后三月中行差不多过来 他们就是换了叫斗院室 品牌改了 品牌合并呢 之前我们是折肌一个斗院室都是我们公司的 其实我们之前就就变成 在寒州就变成一个品牌 不做两个品牌的 以前什么全部该做的 我都 那个店员都知道 这个都不变 这个 三月二十三号 有店员在微信中表示 退也退不了 要想解决问题 来店里让主任看 小张说 他后面没有过来 现在希望全额推款 这位负责人表示 接下来会跟小张约时间面谈 看具体情况再做协商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